Leo 聊世紀 天天中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面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高面人哈特 選擇了這個文明 高面人他的特色是 他的農田是一次元農田 不用把肉放到成分中心裡或是模仿 直接在田裡會自動採收到UI面表上 高面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重裝騎士 後期可以考慮走毛相夫路線 他的移動速度也是移動最快 跟攻擊最高的毛相夫 高面人他的槍兵路線比較弱 但是遇到駱駝的時候還是可以拿出來用的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強奴 但是沒有拇指環 大多數還是會走馬功路線 所以為什麼現在斯蒂利國變成大馬功時代 就是太多文明可以出馬功了 那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他的奴炮有這個雙重奴 雙奴劍才對 可以讓他的奴炮發出兩個 一次發出兩個 非常的狂 後期他的奴炮射程 也是遊戲裡面最遠的奴炮射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特色是他的攻城器的攻擊速度 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的步兵移動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伐木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賽爾特人擁有很多這個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特性 簡單來說賽爾特人是一個蠻強的文明 但是他後期有個大問題 就是他沒有強奴 只有一般的這個工兵 所以封建時代 轉這個城堡時代的工兵 奴兵路線也是相當適合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沒有品種 但是有遊俠 沒有三級馬凱 他也是被人稱為 這個最殘廢的遊俠 沒有品種 那賽爾特人 圍繞在還是要打步兵路線 配上自己的鬆爛武士 工程器才會比較好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那他的工程器的血量 也是遊戲裡面最多的文明 只要點下這個金冠賽爾特狂樂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YO的地圖 是前面這個黃金是個大麻煩 真的是超級大麻煩 那YO後面的這塊黃金還蠻舒服的 那我覺得問題不大 而且有三片幕區 所以整體來說沒什麼太大問題 裹著位置也可以稍微圍出來一點 也OK 這邊也是稍微圍出來一點就行 不管怎麼圍都是要圍的蠻大的 好那哈特這邊的黃金塊 跟YO一樣也有個大麻煩 兩個人的黃金都是偏靠外側的 那有一塊黃金呢 是偏比較靠自家裡面的 但這個黃金的位置就很尷尬了 沒有辦法像YO附近亞開TC 但是至少他的主金是能開TC的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這塊黃金還是重點 那哈特的黃金位置沒問題 但是木頭問題就有點大了 他基本上只有兩片木區可以挖 那這塊木區也是比較危險 並不太能挖 但是小微來說的話 哈特是比較輕鬆的 那如果小微的話還有可能會被插塔 不管怎麼說 哈特地圖來說 木頭是比較大的問題 YO則是黃金上的問題 還有這個主金位置比較嚴重一點 好那現在YO並沒有打算要打棒棒開局 即使步兵的移動速度快 也沒有打出想要打出這個文明特性 最主要是因為裝甲進攻這個打法 真的是被慢慢淘汰跳了 只怪是打南美文明喔 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的硬家或者是阿茲特克阿 瑪雅 天生上只有這個價格優勢 跟這個造價速度優勢 不管怎麼說 現在的裝甲開真的是被淘汰跳 所以當初觀眾在叫我去交這個裝甲塔 或是裝甲進攻的時候 怎麼覺得好像交了一個他們以後絕對用不到的地方 如果真的學起來要認真爬糞的話 你學這個東西之後是也沒人會想用的 甚至這個勝率有點悲催喔 只能拿來虐菜的這個情況比較多喔 好那接下來這一波肉馬過來了 好這隻肉馬 哎呀哈喬這邊失誤了 兩槍直接戳到 這兩隻殘血的肉馬已經能做到事情很少了 基本上只要戳到兩槍 臭民都可以很迅速的 回歐反擊回去了 前期的肉馬騷擾 萬要是選擇了槍兵防守 不愧是賽爾特人移動速度夠快 火龍就追上馬 戳他一槍 好接下來五隻肉馬要來了 好直接戳了一槍 再一槍拿下IP肉馬 拿下個槍兵 那肉馬也並拿下了一隻 OK那接下來 哈特點出了工兵 這四隻肉馬還在繞還在繞 看看怎麼繞到東西 哎呦這隻村民 也被打了一下 槍兵要小心 又戳到了一槍 後面再追又戳到了 哇賽爾特的移動速度是真的快 好那 YO這邊是想要直撐喔 所以他這邊是有轉射箭場防守 槍兵防守 好射箭場出來 槍兵上去戳 戳掉一匹馬 再來一槍能戳到嗎 沒有辦法 右邊有一隻肉馬溜了進來 但不重要 創掉是這邊 這邊黃金礦想要控 槍兵過來戳個一槍高打第一 但是沒有辦法戳掉一匹馬 後面的毛兵在打工兵手 但是沒有打到 好現在血量變化 看起來村民想要硬修 把這個牧場給休閒在礁此一村才行 這一村拿下 這一村又要被拿下 哈特這一波血賺不虧 也沒有 也沒有到血準 好像是比較虧的那個 山村被拿下 哈特這一波洛馬加工兵打得非常好 這也是我覺得 世紀帝國裡面 封劍時代最強的壓制打法 洛馬配小弓 好 OK來了 四幾家木門 毛兵過來 頭一下 看到裡面 夾進去 利用時代點不下去 沒有黃金 農田也沒有辦法很好的控好 後面還要再撒一些農田才行 不然毛兵要再多彎一點 好一級的工兵台甲有了 現在毛兵會比較有足夠的生存能力了 生存能力了 好 但是一旦靠近工兵 就很容易被洛馬往上貼 好 拿下了兩隻工兵 這隻村民怎麼 找不到人私方向 跑去挖金 哇 去天堂挖金去啦 完了 這一波槍兵全倒 洛馬直接砍爛 這一波 前期就大爆炸了 但是 值得一提的是 YO的經濟 並沒有落後太多 300支援 還可以接受 現在還沒有破500 主要是因為他的伐木速度真的太快了 可以看到這裡 木頭已經爆了 84多 非常多啊 那其實 YO也是可以打工兵的 只是他現在主經被控住 工兵沒得打 好 不然這個 YO這個文明喔 是非常適合打工兵文明的 封建時代打工兵是很適合 因為這個 伐木速度夠快 木頭的產量非常多 好 那YO待會可以考慮買賣一下 把這個木頭全賣掉 好 臭命直接拉過來扁 扁肉吧 好 把這個洞補下來了 好 但是哈特已經早早點下了 城堡時代 這個優勢 巨大到 不行 看起來 這個 YO這場爆炸的樣子 有點像是在我爬天梯 爆炸時候的樣子 非常慘烈 OK 資源經濟被拉開600了 經濟拉開600 哇 這樣就很傷了 好 這兩滴血肉嘛 毛兵 回頭一戳 攻擊 沒有拿下 YO 回頭 再拿 攻兵想要去戳 有看到這個是殘血肉馬嗎 有 這個還在繞 好 左邊這裡還在打木牆 現在哈特點下了馬凱科技 回頭 用戳邊扁 來不及扁這個刺頭 YO現在有點忙不過來 沒有看到這個殘血肉馬一直在繞 一直在繞 很專心的在對付對方的工兵 哇這兩滴血的肉馬怎麼做到了這麼多事情 又把一隻毛筆打到殘血了 好 YO現在點下了城堡事態 但是時間差距 來到了兩分半 差兩分半時間 壓力有點大 高敏這邊則是補下了二級伐木 騎士開始轉出 那高敏的天梯的正常打法 還是比較圍繞在重裝騎士上 喝馬就完事 但是奴炮的路線反正是比較少尖一點的 因為奴炮的話還是比較被動一點 如果對方有火炮的話還是容易被壓制住 但是賽特人本身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但是他有投石車 所以現在就不好說 也有可能 高敏後面也會出奴炮 但是出奴炮的原因不太確定 因為對方如果是走一個 玩有走一個鬆爛武士路線的話 奴炮可能會有用 但也不是那麼的好用 畢竟人家移動速度快 那可能還是要圍繞在重裝騎士身上 那後期可能再轉個槍怒或是火槍去擋這個 鬆爛武士就行 所以奴炮路線 高敏人是真的很少出現 主要是因為奴炮的定位 是有點尷尬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射程 現在已經來到了7加1 沒有等一下工程工程師 奴炮射程就有8點射程 比你在城堡師帶奴兵射程還要更遠 這就是高敏的奴炮 在城堡師帶的優點 但是到地獄時帶的話 可能就會試情況去慢慢被淘汰跳 好 外奴這邊點下了城堡師帶 趕快補工程器製造所吧 先趕快補一個 這裡奴炮沒有辦法解決 生女的話還可以解決 這些騎士 好 毛病被招香掉了一隻 好 修道院就補了吧 補了 工程器製造所沒人敲 好 完蛋了 後面這墓區全炸了 怎麼辦 槍兵趕快按 防守右邊的墓區 弧炮拉過來 想要直接控住這一坨區 好 看到這裡有大量的槍兵 怕車這一波打得好兇啊 好 勝率趕快按 弧炮投車 投石車 點出來 好 衝車趕快輸出 投石車按了嗎 按了 好 騎士過來反擊一下 戰毛兵 好 看到裡面有大量東西已經慢慢生成 把奴炮直接拉回去 沒有打算直接硬控墓區 好 龍炮這邊串燒真的很麻煩 投石車開始反之 好 有投石車 WIO就穩了 而且這個投石車攻擊速度之快啊 騎士的目標就是把投車拿下 這裡投車一定要控好 讓槍兵防守住 好 但是已經被摸到來不及了 只要被摸到工程器就沒救 好 龍炮繼續串燒 哇 這個串 把水量串到了很低很低 OK 好 後面這個黃金礦 要小心了 村民收進去 兩隻村民發呆 不動 怎麼辦怎麼辦 槍兵快趕不住 龍炮被砸了一發 投石炸了一發 點掉 再一台 來 搞定 騎士過來 想要打投車 但是槍兵直接提前 超前部署 哇 這波WIO槍兵控的很好 槍兵控的好 防守沒煩惱 OK 高兵這下尷尬了 那要不要考慮點一下救出思想了 工程器可以投降的話 WIO的壓力就會很大囉 馬上就點了 是我我也想點 是塞爾特人 是塞爾特人 投這個救出思想 穩賺不賠 跟詐騙一樣 穩賺不賠 關鍵字 好 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不是穩賺不賠 三個型號一樣 現在 投車來了 按來投車 怎麼會換掉一台呢 這邊有點高地的樣子 投車拍下 投車直接砸爆了 但後面這個投車殘血活了下來 投車最後還是被導響掉 但是WIO成功換掉了奴炮 分頭實測 但是奴炮直接把這台投車給串掉了 哈克這邊細節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三台奴炮也放在了後面 很好的守住這些槍兵的 進攻路線 好 這裡僧侶要再獨安一點 救贖神聖思想一定要點 不然投車一發就可以拍死僧侶了 這樣沒有辦法很好提升僧侶的招降成功率 好 結果這邊 雖然有一攻射程 但是被投車還是被開掉了 奴炮終究是打不贏投石車的 快跑快跑 哇 這個一直在秀這一點射程 還想秀 快秀掉了欸 再回頭秀一下 出來的 先秀掉 OK 拿下 但沒有奴炮這些槍兵就可以一直追 哈特這邊要趕快跑 生侶出來直接被抓掉 尷尬了哈特 高打低 有機會嗎 哇 生侶倒地 這波WIO生侶槍兵投車慢慢全部衝出來 直接控住了這個區域 WIO成功守住了這一波的壓制 但是臭命差距來到了九村 哇 要是哈特這邊沒有斷村的話 臭命差距會更大 但是這邊打架的關需 常常會有斷村的情況出現 這個是難免的事情 好 那WIO現在是繼續出頭車 繼續把這個農套給壓制回去 加力重新補下來工程器製造所 分修道院 哈特的支援量其實 可以快要點帝王 但是他這邊點帝王會有點危險 沒有辦法有效的壓制這些僧侶 跟槍兵 所以奴炮還是要趕快產 這邊直接走過來嗎 好 WIO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好 先搞定家門外的這些建築物 阿哈特現在的支援量已經領先了 哇 快要4000支援 這個支援量有點猛 好 這裡頭車拿下 兩隻生旅 先打生旅 先打生旅 頭車沒有砸死 哇 神聖之想 直接兩隻生旅護奶 把血量給拿起來 最後用大量的重裝 用這個騎士直接拿下了重裝騎士 哇靠 這個居然被救了回來 但是哈特加力也是一片狼藉 遇到了這個頭車 暫時沒辦法騎士出來 第一時間想要收掉生旅 但是兩隻騎士被招掉了一隻 好 這邊高打第一 想要直接把奴炮 頭車拿下 就是被換掉了兩台奴炮 生旅這邊遭翔 能夠遭到這個騎士 但是奴炮血量已經殘了 這一波壓力很大 生旅直接 走了進來幹嘛 你想死是不是 這裡不能進來 好 奴炮一直串 直接串掉了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好 後面的生旅 遭翔到了一隻重裝長槍兵 現在這個正門沒有辦法成功突破 兩隻生旅要被抓掉 騎士開始回救 現在這一波 回救也沒什麼意義就是了 原來奴炮 快要把槍兵全部收光了 OK 這一波交換下來 YO有點稍微把經濟給打回來了一點 村民術明顯已經追上了HART 只差了10寸而已 3TC開 這個經濟是真的好 現在脫子車繼續進攻當中 現在是奴炮槍兵 這個槍兵怎麼還在追 還在戳 還在戳 前線的生旅出不來了 這個應該是按錯了 HART是習慣全選所有的修道院 好 好 這個防射 終於要蓋好 OK 拿下 現在 YO 點下了二級伐木 好 衝我進去 槍兵防守 聖女招降 叨叨一隻 叨叨城堡 好 成這東西裡 欸 沒有空 聖女直接被砍死 但是沒有關係 直接有招 有招到一隻騎士就是賺 好 後面聖女招降 聖女繼續往後拉 兩隻聖女要小心 頭車直接拍到一隻聖女賺了100金 再打個一下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好 這個招降沒有中工都想到 這個騎士要砍頭車才對 好 圖炮直接被打掉 兩台頭車直接高打第一 再來一台 頭車拿下 正面的大量槍兵直接戳了過來 YO現在壓力非常大 雖然槍兵能戳過去 但是只能暫時騷擾 沒有辦法對HART的經濟做到嚴重的影響 HART這邊則是有靈炮的優勢 還有騎士的主動拳 這個騎士一直在繞 繞到自己血量都已經慘掉了 好 無炮並拿光 我點下了城堡 旁邊打架正式大打出手 好 這邊槍兵成功戳到了大量騎士 但是血量還是劣勢的 哇 這裡血量有點慘 來啦 要不要暗端這個三綠狐險 先把這個生活撿回來 好 生活趕快撿 好 這個燈炮 又來了 好 電用時代點下2級射也補了 現在還差一個3級射 後面是有3級射的 那現在補這個3級射是要走工兵路線嗎 走工兵路線其實蠻害怕走死車的 好 這裡 有點難拿還是要轉戰矛 擋一下呢 但不管是走戰矛或是工兵 都是很害怕工程器的 好 順利招翔 好 這裡三隻僧侶 順利拿下 好 上面鬆爛武士出來了 高敏還在按奴炮 哇 真的是把高敏的特性 打好打滿 畢竟Y.O出了太多的步兵了 出奴炮是真的蠻賺的 好 這裡一個ice戳 Y.O應該意識到 你已經上帝王了 投車來砸生村民 看一下這一波 先砸奴炮 投車不理村民 直接理了奴炮兩台 成功換掉 好 鬆爛武士還在後面偷打 哇 這一隻鬆爛武士賺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城堡一蓋好 巨型投石機要開始工程了 好 馬上按了一台 現在開始壓制Y.O Y.O這邊也是不甘失落 按了一堆 鬆爛武士直接尻爆了HOT的村民 果然啊 Y.O最後還是要走鬆爛武士的路線 那走鬆爛武士的路線的話 高敏要趕快點下化學跟動中騎士 這兩個東西可能都要補一下 哇 這裡至少被抓到石村有了吧 好痛好痛 鬆爛武士基礎傷害很高的 是有11點傷害 好 重鬆騎士還有15秒 Y.O 騎士現在是14隻 正面要打贏這些臭爛武士 正是有點困難 臭爛武士躲到了房子裡 這裡剛剛臭命沒有地方可以躲 好 巨星頭11繼續攻城 Y.O在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個城堡是要放棄掉的 好 永生旅 招想一下 鬆爛武士 騎士高打第一 騎士高打第一 好 招想到了一隻重裝長槍兵 神旅 只有一隻在招想 沒問題 但是松爛武士又走了過來 還有4隻神旅可以招想 但是現在有點就不太到松爛武士 Y.O用了這一坨松爛武士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也順利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一波松爛武士 再次直接手撕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現在沒有提升攻防 有點難以擋下這一坨的壓制 哇 好傷好傷 好 松爛武士還在打 哈特怎麼沒有控好呢 這邊在看前線的樣子 前線的城堡已經順利拿下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然後把這邊蠶食的騎士血量拉起來 這邊補了一個新的TC 新機帶往上拉一下 好 中午補下了二級馬凱 重裝騎士 現在還缺了一個三攻 好 發血也點了 中午點下化血了 化血一定要點 不管要不要出火 火槍喔 這個化血有點的話 還是比較好一點 待會也可以考慮 轉型喔 結果左邊大量的步兵 又衝了過來 這波多線一直在進攻 巨型抽屍機在正面 這裡再存收爛武士 準備要直接拿下這兩台巨頭了 好 又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要被拆掉 現在哈特前線的騎士並不多 好 這些騎士現在在這邊 拉回高地反擊 好 應該打得贏 好 化學好了 弩炮的傷害加一點 好 到了帝王時代 不走弩炮了 果然是走火槍 好 有火槍的話打上了武士很快 但是人家有攻速上的優勢 要包掉火槍並直接一舉秒掉 也不是問題 所以火槍一定要搭配著 動裝騎士一起往前推才行 在家裡防守的話 可能還是會被雙龍師直接衝掉 所以YO這邊 可能還是要趕快 去後面 直衝哈特加 直接打爛他的經濟就行了 哇 這個在研發什麼 沒有看到 研發被退款了嗎 好像不是研發槍兵升級喔 槍兵升級現在點不下去 喔 有點 剛剛管賽升級槍兵阿 槍兵升級被退款了 馬上又重新補下 好 那現在16隻 動裝騎士加上弩炮 這裡高地準備要來架起來了嗎 唉唷 看到城堡 先拆城堡 結果這一坨鬆爛武士 並不是想要去拆巨頭 而是在左邊繼續想要進攻 但是哈特很聰明 直接把所有的經濟搬到了右邊 還補了城堡 防守現在暫時沒有問題 哇 馬上補下了三級攻 好 大槍兵升級好了 槍兵跟鬆爛武士 好 這裡3攻力好之後 重裝騎士完全不是對手 直接被收拾 太猛了 太猛了 哈特現在壓力很大 家裡問題用火槍應該能夾得住 好 稍微著想一下 這波槍兵過來 鬆爛武士直接抓爆這裡 大量村民 鬆爛武士 兩刀一村 啊不是 三刀一村 講錯講錯 OK 現在重裝騎士上去 盧炮 怎麼沒有第一時間串燒 這裡的操作有點怪怪的 兩台巨型頭死機 直接被村來武士瞬間拿下 但是還要好有槍 我槍直接解掉了大量的槍兵 簡單了 沒有工程器 現在暫時沒有辦法繼續工程了 好 村來武士還在這邊繞 好 這次有彈道學 好 現在家裡的問題 應該可以解決掉 哦 找到了一隻騎士 奴炮直接走進去 這個太過分了吧 奴炮 這就是沒有把奴炮變成 監守崗位 這個指令的關係 直接被村民給吸引走了 所以監守崗位在遠程單位 進攻的時候相當重要 不要被這個村民給勾引走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火槍兵現在 直接不管了 衝到田裡面 趕快用TC去點這些火槍 好 右邊這裡 新蓋一個城堡 那這邊 也有一些槍兵正在生產當中 現在YO 村來武士繼續狂暴 工程器路線已經完全放棄 但是沒有工程器的話也很難打 但是現在出工程器也打不贏 因為人家有騎士機動上的優勢 現在只能過好自己的基礎精細 出槍兵 村來武士繼續擋了 好 村來武士趕快解掉這些火槍 村來武士這就是打火槍 為什麼很快的原因 攻擊速度夠快 火槍就可以秒的掉 哇 直接吃掉了大量的火槍 這裡直接蓋一個寶 這樣重新跟你 對寶 但是這邊對寶是不是會直接爆炸 我覺得不太行啊YO 好 但還好 他藤機沒什麼甜了 沒什麼黃金 結果沒有爆炸 這裡大量槍直接補過來 YO這一波蓋得很好啊 雖然村民有少量的受傷 但是問題不大 40吋硬蓋 重新拿下這個黃金 但是巨型投擲機 馬上又要繼續攻城 哇 果然這塊黃金 是YO的最大問題 他的這一把地圖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黃金上 好 宋蘭武士又要過來直接 怒守斯蒂波 現在HART轉出了大洛馬升級 火槍不太夠用 木頭有點多 現在要轉成火槍配洛馬 好 雲頭司機來了 繼續攻城 開始宋蘭武士加上步兵 繼續往家裡衝 好 右側的這個位置 石頭也沒有拿下來 現在巨型投擲機想要過來 拿下 聰明趕快直接修 看你是你拆的快 還是我修的快 看來是我修的快比較厲害 但是修到沒資源 哇唷有點尷尬 趕快自己把血量補起來 OK 巨型投擲機還在反擊當中 哇唷 並還沒有認輸 好 除了BD之外 這邊還在繼續補劇 現在YO的經濟來到了極限 木頭已經歸零了 石頭也沒了 如果這邊要買石頭 修理的話 可能會炸裂 但是還是買了100石頭 繼續修 現在挖來的黃金都拿來修城堡 這是一個無底洞 怎麼辦 YO 石頭趕快挖 又買了100石頭 繼續修 但是對方三巨頭 三巨頭 感覺要拿下了 好 拿下了 這波要衝了 火槍兵開始往前推 走了走了走了 出發出發 火槍兵出發 YO的受難武士也出發了 兩邊都出發了 現在YO正面的槍兵 直接擋住弱馬的屈辱 後面的火槍 開始無情的輸出 好 兩邊都是一個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現在要打掉巨頭 可是巨頭我砸你你砸我 不然就是用弱馬直接拿下 送藍武士走到了這裡 但是都被哈特看在眼裡 知道你的送藍武士要來了 大量的村民直接往左牽 好 正面想要過來 直接一個組成戰法 正面直接圍起來 注意抽屍機 拿下了一台 右邊的重裝騎士 右邊的大洛馬 直接想來控住石頭 正面的受難武士要衝了 正面的大洛馬上去 直接守屍 但是沒有成功拿下 這波守得很不錯 再荷忙荷忙 四處都在著火 最後這個石礦還是被拿下來了 好 火槍兵繼續輸出 YO的黃金框這裡已經挖完了 暫時沒有需要挖黃金的問題 或者是這塊附金 快要被哈特給挖光 YO這波好像快要夾不住了 巨型投屍機 直接被火槍大爆噴 射掉了 哇 右邊的大洛馬繼續夾住 這面的威力 扛不住 他扛不住 這麼多的大洛馬 鬆浪武士扛不住 酷了 好 直接洛馬衝進來 開始抓村民 YO的經濟開始直屑下降 村民只能四處逃算 TG不能躲人的 已經燒成這樣子了 好 左邊大量的衝浪武士 想要走出這個區域 想要來挖HOT的石頭 這個很有想法 然後這邊肉馬一直在繞 他說欸怎麼抓不到YO的村民呢 YO的村民其實都在往左邊走了 YO還沒有放棄 他認為我還沒有輸 但是以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已經要帶走了 現在只是時間找完的事情 好 但是YO 技術就不放棄 雖然我是來到了這裡 想要抓經濟 但是都被HOT看在眼裡 你的一舉一動 我都知道你在幹嘛 好 最近投資金 再次加油起來 YO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OT 拿下比賽勝利 哇 YO這把比賽 打得算是有點微妙 但是我覺得打得已經算是很好了 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YO的前期 已經被節奏帶走了 不然YO的賽爾特人 在風劍時代 如果能正常挖那塊黃金的話 可以直接轉出攻兵流程 甚至可以直接壓制住高免人 那到城堡時代的話 直接轉出騎士配工兵 然後再配升頭 這樣的節奏 遊戲節奏的話會非常好 也只能說HOT前期是真的打得好 那些弱馬跟工兵 成功控住了YO的主金 果不其然YO的主金 成為這把最大的伏筆 還有這個附金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OT 拿到所有資源上勝利 黃金差了快一倍 但是YO卻打得有來有往 這就是中國第一高手 真的是不容易啊 黃金差了這麼多 還可以打這麼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老師 歡迎回來 Ul oraz